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论阿尼亚发自内心的快乐声言 第一 黄昏拯救被拐女儿假装路过 并表示家里昨天有毒蛇出没 需要搬家 而阿尼亚看破不说破 这项谎言背后的温柔 只知道虽然父亲是个超级无敌大骗子 但却是个帅呆了的大骗子 第二 黄昏本打算带一家人提前准备一下模拟面试 但进展总是不顺心 可就算如此 看着眼前露出一脸幸福的老婆孩子 第二 还有白天老婆婆的绝妙一家人评价 黄昏感觉这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第三 阿尼亚通过超能力发现了溺水儿童 而其勇于救人的表现让她获得了第一颗心境 但比起这个结果 黄昏更为阿尼亚由衷地感到自豪 听闻到这个新生的时候 被认可的阿尼亚黑黑地笑出了声 第四 平时总是对阿尼亚冷冰冰的目标同学 突然转性主动问寻阿尼亚家新养的宠物狗 叫什么名字 这令刚才还沉浸于悲伤中的阿尼亚 瞬间展露笑颜 第五 悦尔为了家人努力学习料理 终于成功做出美味的食物后 阿尼亚笑着品尝美食 但却越到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 第六 为了同目标人物出好关系 阿尼亚想出了一则失九大作战 而在这一项作战的进展中 阿尼亚露出了女神微笑 向对方伸出了援手 第七 期末考试的成绩正式公布出名单 阿尼亚虽然在年级总人数228人中排名第213位 但阿尼亚还是很高兴自己没有挂任何一门科目 所以在她的脸上能够感受到阿尼亚难以掩饰的自豪感 第八 阿尼亚听闻同班同学对于西国的担忧 可这对于最清楚 不过来自西国的父亲和长官都是好人的阿尼亚来说 他一定要告诉对方 西国是一个能让人安心的好国家 紧接着是阿尼亚不一样的怒言 第一 入学仪式上阿尼亚与目标人物发生了争执 一开始阿尼亚遵从约尔的教导以礼待人 但最后忍无可忍的阿尼亚确认到老师已经欲走欲远 然后抬手一拳 用最无辜的可爱脸打出最锐利的破言拳 第二 阿尼亚一家在购买宠物的途中 被卷入了苹果计划的恐怖事件 在这段过程中 阿尼亚结识了一只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狗狗 为了拯救狗狗不再被带走 当时的阿尼亚直接威胁黄昏 表示要是不让自己养这条狗狗的话 他就要变坏不去上学了 第三 阿尼亚意外发现目标人物受到他人污蔑的全过程 于是阿尼亚勇敢站出挡在众人面前 为目标人物作证 其气场不仅逼退了老师 也俘获了目标人物的芳心 第四 阿尼亚看着被邦德摧毁的企鹅毛绒玩具 生计的哭了 但转头看见邦德带来花生向自己道歉 阿尼亚也大人有大量地原谅了对方 第五 为了伴助父亲发现母亲秘密的脚步 阿尼亚想要通过高尔夫球甩开父亲 去寻找母亲 不料对方是一杆进洞了 自己却被这怎么都无法打进洞的高尔夫球 搞得心态彻底崩塌了 至于后续 阿尼亚越战越败 还渐渐忘却了自己本来的初衷 只是在晚饭时刻 阿尼亚一边狂之一边为自己感到沮丧 最后直接将这无处发现的诺火 再投入到恶狠的眼神指示中去 再来是阿尼亚的悲伤哭包表情盘点 第一 阿尼亚在刚刚成为黄昏的小孩时 就通过超能力 意识到要是黄昏觉得自己并不聪明的话 就会重新舍弃自己 得知到这个珍惜了那一刻 阿尼亚直接委屈地大哭特哭起来 第二 黄昏为了让阿尼亚通过伊甸学院的入学考试 要求她好好学习 可阿尼亚并不喜欢学习 情急之下阿尼亚眼含泪花 差点暴露自己能够读取他人内心的事情 第三 回忆中阿尼亚是在实验室中长大的 而那些所谓的大人们 从不让阿尼亚做那些她想要玩耍的事情 甚至连哭都要管控着阿尼亚 回忆到此阿尼亚也偷偷抽气了起来 第四 在伊甸学院的入学考试场上 一名心怀不轨的面试官 刻意询问到有关阿尼亚过去妈妈的事情 这让阿尼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情不自禁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第五 介于入学典礼当天 阿尼亚同目标人物的初见面 就因一拳断送了父亲的计划 所以阿尼亚在正式开学的时候 一直都在寻找机会向对方道歉 可就在阿尼亚鼓足勇气 站于目标人物面前准备道歉的时候 其身旁跟班一刻不停的侮辱性心声发言 吓得阿尼亚在道歉的时候直接夺泪而出 第六 阿尼亚因为自己给目标人物拖了后腿而感到抱歉 为此 阿尼亚将自己的作品修改成了母师舅 交给了对方 还告诉他只要有爱 成对的师舅就能够飞上天 结果手工作品得到了金奖 至于那只母师舅 则被评选人当成了小师舅的遗体 第七 阿尼亚太过于害怕 无法和唯一的好友分配在同一个班级里 于是在抽鬼牌的游戏中 难以掩饰内心的失落不禁哭泣了起来 而此情此举还顺带动摇了目标人物的内心 最后重中之重 阿尼亚的残言简直是漫画内容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但鉴于目标实在太多 阿硕只能先简单罗列出以下几点 第一 阿尼亚主动向母亲提出牵手请求 却意外听见母亲过去在拥抱弟子这件事上 得到了折断对方两根肋骨的结果 第二 阿尼亚顺利通过伊甸园的入学考核 一群大人在喝酒庆祝的时候 阿尼亚默默呆在一旁 享受着她的花生泉宴 第三 入学典礼当天 阿尼亚同目标人物产生了一些纷争 面对着对方的单方面诽谤 阿尼亚突然想起了悦尔的教诲 于是她像大人一样 只用成熟微笑诗人绝不回嘴 第四 课堂上阿尼亚被点名回答问题 她表现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但她给出的答案却离谱地过头 结果阿尼亚一整个人尬在了原地 第五 黄昏发现阿尼亚的全科成绩过于惨痛 准备呼唤阿尼亚时 阿尼亚以自己正在看动画片很忙的借口逃脱责任 第六 为了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阿尼亚决定从现在开始摸清全班同学战场的科目 稳拿满分卷时露出的邪恶微笑 第七 阿尼亚为了同目标人物缩短距离 想出了一则绝妙计划 那就是向对方炫耀自家的金宠 以此来打入敌人内部 完成父亲间谍计划中的使命 与此同时 阿尼亚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中 露出了反派专属微笑 然而计划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对方压根不在意阿尼亚家养了一头狗狗的事情 这令阿尼亚彻底陷入了混乱 而她拯救世界的计划也泡了汤 第八 还没有放弃炫耀狗狗计划的阿尼亚 这次准备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准备让目标人物在不经意间看到照片并沉浮于自己 然而直到最后目标人物都没能看见这张照片 反而在误打误撞中为母亲寻来了一位小惊敌 第九 狗狗计划最终告破 但阿尼亚通过超能力得知小目标人物 为了讨好大目标人物 决定在柔功课上做一只失救 至此 阿尼亚转换战策将狗狗大作战改为失究大作战 同一时刻 阿尼亚内心的邪恶想法也全都在脸上表露了出来 历时 经过日积月累的观察 阿尼亚在一次历史小测中发现目标人物在历史这门学课上十分擅长 所以这次的集中考试 阿尼亚相信只要读取了目标人物的内心就能够得到高分 坏念上头 阿尼亚一时之间又没有把控住表情管理 第十一 阿尼亚初见面机小舅子 就被迫听着小舅子内心满满对姐姐的爱意 如此过剩的爱意让阿尼亚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直接一个宝格令她打消了看八卦的好奇心 第十二 预计将要离开学院的同学 突然感受到了同班同学的善意 于是提出了一项想要同大伙一起大合唱的请求 而这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全班同学手拉手 感人大合唱的现场 仅剩下不理解这种行为的阿尼亚 尴尬地立足于圆圈中心 第十三 黄昏在间谍工作上的伙伴 突然到访黄昏的家 试图取代阿尼亚母亲的位置 结果阿尼亚在这弥天大瓜中 又通过超能力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这名间谍姐姐喜欢父亲 听闻这个秘密的时候 阿尼亚直接石化在留言地 第十四 面对来势汹汹的间谍姐姐 阿尼亚想象完被其鞭策的样子后 为了拒绝对方的好意 做出了相当应激的反应 同时也应激到了其余三人 第十五 阿尼亚在吃下传说中的智慧甜点后 瞬间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带阿尼亚回家后 她立刻潜心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然而小测当天 阿尼亚自信满满地作答 所得出的成绩却与平时没有任何区别 果然现实总是残酷又无情 第十六 得知电源抽奖黑幕的阿尼亚 灵活应用黑幕bug将卡在盒子上半部分的一等奖 顺利拿了出来 获得了一张豪华邮轮双人船票 此时此刻阿尼亚的表情带有一种 无法言明的情感在里头 第十七 阿尼亚如愿和父母坐上了豪华邮轮 这会儿母亲正在执行任务 而阿尼亚正狼吞虎咽 享受着美味的自助餐 第十八 豪华邮轮之上 阿尼亚得知母亲正在执行任务 但照这样下去 父亲就会发现母亲的身份秘密 无奈之下 为了守护母亲的秘密 阿尼亚牺牲自己 摆出一副便秘脸 成功分散了父亲的注意力 其实 彼此类推的神奇演技还有许多 毕竟阿尼亚虽然拥有了 能够识破他人内心的超能力 但她对于自己内心的情感流落 却十分不懂得把控 而这也正是阿尼亚的魅力所在之处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为止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你带来更多的翻译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